樂炒店一群人坐在椅子上談判 而這名穿著土黃色上衣的男子 帶著友人要來協調債務 講到一半有人生氣踢了椅子 再拿起椅子亂砸 隨後對著鏡頭外的人狂打 而他們要打的人 就是這間樂炒店的店長 雙方因為債務談判 卻口氣不佳暴打起來 我知道我們家是超級的事情 其實坐在外面 還有一個年輕人 不知道說怎麼說 沒辦法回家 差不多十五分之後 還要兵兵酒的車 下來天門又下來 裡面總共不怕 只是現場椅子坐著四散 而被打的店長受傷 爆炸送意 事發在高雄新興區 七線二路上的這間熱炒店 林姓店長借了七十萬給劉姓男子 兩個人講好到店內談一談怎麼還 但店長強硬要對方給個期限 劉姓男子的另一個朋友火氣上來 先拿椅子砸店 雙方就在店內打打出手 是該店林姓店長 與劉姓友人商討 事後打架的劉姓男子 和幾名友人一起被帶到了派出所 欠了七十萬債務談判 但因為口氣不佳爆發 激烈鬥毆 拿椅子互毆好在沒有生命危險 三年輕人 黃金正義高雄採訪不到